大家好,我是月韩 我们知道一般在很多地方 过了腊月23 就是小年的时候呢 就已经正式开始 进入到我们这个过年的气氛了 在民间呢 也有一句俗语是 三吃灶,四扫屋,五座豆腐,六沙猪 七蒸桩,八炸酥 九朵朵,十捏捏 初夕夜里就吃它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腊月23到初夕 都需要准备哪些事情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 三吃灶 这个呢就是说 在腊月23晚上吃灶糖 送灶君爷上天庭 这样的话 它就会帮助和天上的神仙啊 说好话 保佑我们家来年风调雨顺 或者说五谷风登 四扫屋呢 就是说在腊月24这天呢 是个大扫除的日子 要把屋子里面所有的灰尘呢 大扫干净 去除掉上一年的晦气 让我们一起来迎接一个新年 五座豆腐呢 就是说在腊月25这一天是做豆腐的日子 那我们会一般去集市上买上一十几斤的黄豆回来 自己做豆腐 一些是炒菜用 剩下的一些呢 做成臭豆腐 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吃 六杀猪呢 就是腊月26这天呢 要杀猪 有句话是说 腊月26杀猪割年肉 杀猪呢 就是杀自己家的猪割肉 是指那些家里没有猪的人呢 去市场上去买肉 也作为年肉 毕竟古代的经济我们知道 并不是很发达 很多人都只是在过年的时候 才能吃到肉 这其中还有一层原因是 除夕年前呢 是要把该切的东西都切出来 等到正月初一和初五的时候 是不能动刀子的 因为老人认为这不吉祥 七蒸状呢 就是说腊月27 要蒸馒头 蒸花糕 准备一些过年祭祀用的一些东西 八炸酥就是说 腊月28这天 每家都要过一下油 比方说很多家里会有 炸丸子的 炸鱼的 炸藕盒的 还有炸豆腐干的 等等等等 九豆豆就是腊月29 这一天呢 我就开始准备 包饺子的一些馅料了 把猪肉呀 先剁细 把菜呢 先剁碎 十年年呢 就是开始包饺子了 用的馅儿呢 就是腊月29那天准备的 而且在饺子呢 这里呢 还会放不同的一些东西 放红枣的话 意味着就是来年甜甜蜜蜜 放硬币的话 就寓意着来年发财 还有放年糕的 寓意着步步高升 以上呢 就是过年前七天 大家一般会在家里 做的一些准备 不知道你的家乡 又会有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呢 也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 和我留言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一期再见